我怎么可能出卖自家兄弟的秘密呢 你威胁我 一次一摆将两个家庭推下深渊 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成的 你的肩膳调整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这是我儿子的血 他那天失踪的时候就穿着这个鞋出门的 这世上同样的鞋多了很 凭什么说是你们家的呢 坠坠不安的灵魂挣扎在情语法的边缘 我还是去自首吧 请问本月七号那天这个人有没有见过 他真到了那一步 把事情推到他身上 无法拉过去 真凶上级正在播出 去哪里 祐杰 祐杰 妈 妈 妈可以想死你了 儿子 都还好吧 永洁 以后打算搞哪方面 永洁 你别把咱们这些乡里相亲的忘了 不会 我叫永洁 他是不会忘的 我现在才大一 以后的事还早着 永洁 不管你将来干哪行 都有咱们全村的骄傲 你这话说得好 各位感谢大家都来欢迎我儿子 都回去吧 就这么算了 你也不请大伙吃一顿 就是啊 永叔 那这样 等我儿子好好的休息几天 我摆上几桌 大伙都来好吗 好 好 走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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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喝一顿 永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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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快 好好的一顿饭菜 都被你毁了 你别吓着孩子 我 你就知道给我闯祸 你 等钱是从天上掉下来了 你 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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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弟弟 把碗筷 打翻了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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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我再去给孩子抱点饺子 没事吧 饺子 饺子来了 来来来 女姐 我回来了吧 快吃点 谢谢 谢谢爸 来 哥 你也吃 小心烫 女姐 学习怎么样了 没给老子丢人吧 嗯 还 还好 还好 这还好 是怎么个好法 你就少说两句吧 好 让孩子 吃个安心饭 我半年没见到儿子了 这高兴嘛 都说几句怎么了 主姐 知道我 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吗 爸就是希望你 能成为杰出的人才啊 成为 人中浓缝 哎 咱家 跟别人家不一样啊 有这么个 为了给他治病啊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钱不说 还欠了亲戚朋友一屁股的债 看看咱家的房子吧 现在是全村最差的 我和你妈 走到哪都被人瞧不起 这些年 这家里唯一的喜事 就是你还争气 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儿子 你可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啊 一定要随时随地 牢记你坚生的重担 下来 什么时候 想把我打凿 东西发财 说话呀 你说话呀傻了吧唧的 阿泰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大学生 上了大学就看不起我们这些物业有名了 没有 半年不见 你倒是成熟了不少 瞎混呗 你一个人在家啊 我爸妈出去了 就我和我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怎么回事啊 黑灯吓火了灯都不开啊 混血 我回来了 混血 这什么东西啊哥在这儿 混血 我 别瞧 这 这 这究竟 究竟是什么 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说话啊 儿子 别怕啊 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你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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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 永洁和永安 两个人在 那 阿 阿太 他就来了 他来干嘛 他 他 他跟永洁不是同学吗 嗯 我最超级的就是他 他 年纪轻轻的游手好险 死了好 谁能给他家里的添麻烦 老袁 后来怎么样了 永洁 你说 我们就聊了两句 他突然上楼去找哥 哎 怎么睡的 哎可惜了 你这个胖哥哥 要是醒着的话 得好玩 你干嘛 啊 没干嘛呀 逗他玩 安对了 我一个哥们的表弟 也是你们学校的 他好像认识你呀 哎 你说你那哥们的表弟 他叫什么名字 那我哪儿记得呀 我就记得吧 他说你得的奖学金 哎 有两千块钱呢 啊 兄弟我呢 催心做点小生意 手头有点紧啊 那钱 那钱 我是要将下学期的学备段 帮我父母减轻负担 你看看你 一提到钱 哎 那么严肃干什么呀 阿泰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回去吧 我要看书了 你跟我走啊 我刚来呢 多聊两句呗 哎 花生不错啊 咱们 咱们没什么好聊的 你们班的同学 知道你哥的情况吗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这个手机里啊 有几段你哥哥 发疯卖傻的视频 可好玩啊 你说要是把这个视频 发到你同学的群里去的话 让大家都乐乐一乐 那应该是更有意思 怎么啊 生气了 你要是借钱给我的话 那咱们是兄弟了 我怎么可能出卖 自家兄弟的秘密呢 你威胁我 我不敢 你是我们村的大名人 把视频删掉 删了呀 那多可惜啊 把手机给我 钱给我 把手机给我 干什么 放开 别抢 放开 你放开 放开 放开 这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想把他 什么该死 死了还要脱离我们全家 整个这个东西 我这就去办出所 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 站住 你不冷去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承担 你怎么承担 人都死了 你想承密什么事 你只是个意外 这什么意外 可你就这么倒霉 天天担上了一条人命 你想一辈子被靠 杀人犯的罪名是吗 那你就完了 我们全家就完了 我们全家就完了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的剑绳交着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我你妈还有你哥 到翅膀这里出人头地 让我们都过生好日子了 你要是真有个三成年端 我们怎么办了 儿子 妈求你了 你要是有个什么事 我 你也不想活了 妈 儿子 你乖 你就替你爸的 让他去想办法 可是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你 Ray 这样 这件事情 你就别管了 去 你现在就回我念出去 这事儿 就跟妹妹发生一样 一个字 都不许提起 去 回过去 麻烦 让你别提了 我们自己会处理 去你了 快去 咱 怎么啦 怎么刹理这些 我 我 我不知道 师父还在楼山 快去找找 妈 谁叫你出来的 回去 我想喝水 你先回去 我这就给你倒水 你们为什么 把他放口袋里啊 他 我们 他 他 我 我们 他 他 我们 在玩捉迷藏 把他 装在袋子里 就没有人能找到他了 好呀 下一次 我也躲在这里 我叫你回去 听见没有 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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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盯着他 顺便找找椰子 快去 好 快 儿子 喝水 爸爸妈妈你 生气了 爸爸妈你 生气了 爸爸妈你 生气了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 我 哎呀 生气了 我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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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那事情找着没有 楼上楼下都找灭了 没有啊 那算了算 先出去这个游戏 来 来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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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去 一个人家里面 来 那你小心点 我吃了 你 乖 来 来 那儿 人家里 把队堆不住了 对了 这次静哥就在家里吃吧 比外面便宜多了 到时候你辛苦一下 在院里白急装 不请啊 怎么就不请了 这大伙还惦记着了 到时候你在大伙面前 好好地聊聊学校的事 给老子挣挣脸面 没什么好聊的 你怎么就不吃了 这蛋还一口没动啊 吃不下 你就让它缓缓吧 毕竟刚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吃了 我去睡会儿看看 你擦住了 你擦住了 我先去南海 我可以去南海 你寻igg了 我不要病 我不要没有 你被译了 我最喜欢的 你不会决定 我圣译 我 你十分开心 我 你们准备 小木 山瓦 哎 没说 这破水库也能钓鱼 那是 之前暴雨涨水 上头的鱼都冲到这下面来了 钓鱼的人可多了 是吗 我怎么没听说了 还有人下网子捞呢 啊 哎 晓风 有童筋了 哇 这条鱼至少得有十斤重 好大的力气 这鱼绝对不值十斤 你这根 它是拉不起来了 这 不对啊 像是挂住什么东西了 不知道 反正不像是鱼 还挺沉的 不会 这水龟底下什么宝贝吧 你想发财想疯了吧 我看就是个破轮胎 不管了 先拉上来看看 来 我帮你 来 上来了 上来了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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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线断了 这下完了 这东西也太重了 怎么 怎么呀 我说这破水库 没什么语吧 啊 走了 走啊 来 喂 扫地啊 大爷 大后天 我家百爸爸宴 您记得来 那我先谢谢了 一定来 好 你们家二小子 大爷给你们家争气了 那是 大爷 他还得了奖学金 这聪明家像我 老刘 老刘 你听说没有 老刘家那小子不见了 你看他那样 像吊了活似的 是吗 我觉得 这么大的人 不会不见吧 怕是到其他地方玩去了 那也说不定 不过阿泰这小子 平时就知道瞎混 不定哪天啊 给他们家混出点事来 多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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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叔 多喝两杯啊 来来来来 小富 多喝点啊 好 各位 各位 招待不周 久入管宝 大家敞开吃 敞开喝 好 大家请看 这上面 印着我儿子的名字了 原永洁 大家看啊 不就几个纸片片吗 小富啊 你别小看这几个纸片片 这不是谁的名字 都能印得上去的 保安 你们家永洁了 怎么没看见人呢 永洁啊 在楼上看书了 马上叫他下来 好 永洁 永洁 叔叔白白们都到了 快下来敬酒 你还愣着干嘛了 快下来 永洁啊 大家都是来祝贺你的 你给大家金杯酒 表达 你给大家的感谢之情 来 永洁 你这脸色怎么惨白惨白的 他不会是病了吧 没有没有 他刚才不是一直在看书吗 这有点啊 用了过度 那个感谢各位父老乡亲 对我们家的关照 谢谢大家 恭喜 恭喜 老刘 老刘来了 来来来来 老刘 你们来了 哎呀 借着个机会啊 问点事儿 老刘 这不合适吧 我们真的没办法了 已经六天了 孩子一点消息都没有 在座的相亲 有谁见过我儿子的吗 没有 没有 谁要有我们家阿泰的消息 我们一定重谢 老刘 行了 啊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但今天是我们高兴的日子 你们再怎么样 你们再怎么样 也得看看唱歌 是吧 话说完 就回去吧 走吧 庸杰 你是阿泰的同学 你也没见过他 我 庸杰 你是不是知道我们俩阿泰的消息啊 我 我没有 庸杰 庸杰 我求求你 提了提了我这个大妈的消息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 他要是有个什么万一 我也不想活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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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什么都不知道 我从来就不让他跟阿泰来啊 走吧 走走走 走走走 我一下 家卡抬的鞋 对 这是我儿子的鞋 他那天失踪的时候 就穿着这个鞋出门的 胡说八道 这世上通明那鞋多了很 凭什么说是你们家的呢 这就是我家永安的鞋 永安 滚出来 你看你 成天叫出了虾丸 这虾丸掉一次都不知道 辉雪 你看你 怎么看孩子的 把他带进去 生日在那儿给大家添麻烦 别疲了 走 回屋去 走 阿灵 你们再这么胡闹 等着这么的乡亲的面 我也翻脸了 对不起 请 走吧 老刘 今天是老袁他们家请客 您看 走吧 大家要是看见我儿子的 请你们告诉我们一声 拜托了 走 走走走走 走 走 我真的觉得那只鞋是我儿子的 回去吧 好 好了好了 大家继续吃 继续喝 好 好 来 我来给大家喝一杯 好 好 好 袁硕 今天这酒啊 你办得好 好 李永杰 李永杰 李永杰争光了 是是是 你去慢点儿啊 去慢点儿 嗯 好 好 慢点儿 好 好 下次再聚啊 好 好 下次再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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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把这鞋埋了 不 烧了赶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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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s 走 点睛 你在 che knew 到边 Nearer 净迭莎 我去见了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 他要是有个什么万一 我也不想活了 父亲 爸就是希望你 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成为人中龙凤 MJ 爸 没事 没事 吓着你了 妈妈说你生病呢 给你吃 你吃 来 还 还疼吗 疼 袁叔 开门当 袁叔 谁呀 我 三罗 来了 来了 袁叔 晓妇出事了 晓妇 他出啥事 他昨天不是在你这儿耗了酒 请暴头车走的吗 结果 直接骑到水库里去了 那 他没事吧 没事 幸亏周围有人 医码把他给弄上来了 这人都弄上来了 你还一惊一乍了 不是 袁叔 事没完呢 晓妇说 守不着他那新摩托车 今天天一亮 就找人来打捞 这也打捞不了紧 捞出个编织袋来 晓妇还有剪了什么好东西呢 你看 剪出去炮你的尸首 晓妇当时就该吓晕过去了 现在水库那儿围满了人 警察都来了 相爱还真是挺吓人的 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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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我不行 我不行 肯定是他们冷册了 你让我牵一下 要是我没有干着 我自己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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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吧 我讨厌 艮艺艺艺艺 警察 你们要调查清楚 是谁害死了我的儿子 辛吉安 我要让他伤病 妈 怎么办 别着急 别着急 别扯了 换什么 他们现在就只是发现了尸体 他没有回应到我们头上 你们就好像是这样子 这不是明白的告诉人家 这事跟我们有关系吗 这么盯进来吧 干嘛干嘛 跟平时一样 莫莫莉 警察还要问话 那可怎么办啊 就说没见过不知道 别露气 本月七号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大乡你在做什么 大乡你打扰一下 请问水库边上发现尸体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吧 没 没 听说了 听说了 现在是例行调查 请问本月七号那天 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 那你家里人呢 他们也没见过 麻烦你把他们都叫出来吧 我需要当面确认 好 本月七号那天 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 那你呢 尤杰 说话 见过就说见过 没见过就说没见过嘛 别耽误警察同志办案 没有 你确定 尸体打扰出来的 脚上只有一只鞋子 根据死者的母亲说 你们家有一只鞋子 跟死者脚上的一模一样 能不能把那只鞋子 拿出来看一看 真是个疯子 自己儿子死了 就觉得谁都有问题 对 这鞋子可以穿 我也可以穿 不能说有一样的鞋 就是杀人犯吧 没错 我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把那只鞋子拿出来 跟死者脚上的比对一下 不就可以分辨了吗 可鞋子不见了 不见了 对对对 怎么不见的 我们家老大脑子有问题 经常丢三落四的 那只鞋子 不知道被他挽到哪儿去了 我可以见见他吗 警察同志 他什么都不懂 见了也没用 我看还是不给您添麻烦 不 我需要向每一个人确认 请你们配合 这边 您好 您好 这个人 您有没有见过呀 这孩子问不出什么呢 好 您在画什么呀 口 口袋 你 口袋 您为什么要画口袋 装明装 捉迷草 把我装进口袋里 就找不着了 有了 你带我叔叔拜公 靳大同志 让你见笑了 这孩子命苦 意思是说是智力障碍 这辈子就这样了 慢走啊 谢谢了啊 靳大同志 还有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我们在尸体和编织袋内壁上 都发现了一些杂草和泥土 现在呢 需要在各家各户采样 然后进行对比 采了就知道谁杀了来 没啥 我就关心一下 看到底谁干了 这个暂时不方便透露 但是呢 肯定是对破案有帮助的 打耳了啊 我看啊 迟早慢不住 那警察已经怀疑我们了 可咱们没落下什么把柄啊 谁知道了 那天慌慌张张的 万一有什么没弄好了 那可怎么办了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解决吗 这解决是这样 我还是去自首吧 以我说风话 你还签家里不够乱吗 要去也是我去 我不坐牢 总比儿子坐牢强 妈 你胡说些什么呢 我没胡说 我清醒着呢 儿子 你还很年轻 以后的路还很长 妈都是半解入土的人了 没几天活头了 只要你好好的 照顾好你爸和你更 妈进去就值得 不 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去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让你去顶罪 我活着还是什么意思 儿子 你可不能干啥事 要是 要是你有什么事 妈也不活了 好不如双眼一闭 两腿一伸 那个一了百了 行了 你们都别争了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了 那真到了那一步 我也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 把事情 推到他身上 还有 初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机徒刑 情节较新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袁永杰的父母 为了掩盖儿子过失杀人的行为 将阿泰进行抛尸 并且烧毁了阿泰留下的鞋子 他们的行为 涉嫌触犯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07条第二款的规定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袁永杰一直身处法律 道德与亲情的夹缝之中 进退两难 一方面 失手杀死阿泰的负罪感 深深地折磨着他 让他寝食难安 而另一方面 他很清楚 如今的自己 是袁家改变命运的巨大希望 他害怕父母无法接受 这个希望破灭之后的痛苦 然而 当阿泰的尸体浮出水平 真相再也不能隐藏 在良心与亲情之间艰难抉择 袁永杰究竟应该何惧何从呢 到时候警察问起来是怎么回事 你就推 我知道你喜欢吃 给你吃 袁永安 这个人 你见过吗 我推他 你们谁也不许动手 要动手 送我来 我给你买回来火车票了 明天的 来问 他也想 你给我袁永安了 他在那边被人打了 这种危险 我就一定要把他困起来 我哥他不是危险人物 我才是杀人犯